宁夏的一个小道罐内 惊现复活神像 多闻天王竟然开口说话了 工人吓得是当场卷不盖走人 当地村民直呼是神仙显灵了 可道罐内明明有众多神像 为何只有这一尊神像会说话呢 记者携专家赶往现场去一探究竟 结果却令人大吃一惊 那么神像说话究竟是菩萨显灵 还是有人为了吸引游客而制造的骗局呢 感兴趣的朋友们 咱们接着往下看 在赫兰山的山脉上 坐落着一个神奇的道罐 早在几年前 这里还是一个寂寂无名的小道罐 道罐内几乎是没有什么相克 比起北京的白云罐 泉州的圆渺罐 这里是十分的冷清 可因为一个偶然的发现 让三清贯的相克是络绎不绝 而这一切还得从一个人说起 这个人名叫唐喜 唐喜是十分的热爱文物修复 逐渐也是发展成为了自己的专长 经常给各大寺庙神像 进行修复的工作 这天他接到了三清贯的邀请 前往三清贯 进行神像的塑建工作 相关工作完成之后呢 唐喜有个习惯 他一般都会给自己塑像的作品录像 以此保存起来做纪念 这一天他如网上一般 拿着手中的相机来到道观前 对着神像一一拍了起来 当他的相机对准其中一个神像时 诡异的一幕出现了 原本一动不动的神像 竟然开口说话了 这可把唐喜吓得不轻 刚开始他以为自己看走了眼 可回过神来再仔细看看 发现录像中的神像真的在说话 甚至神像的眼睛还动了起来 这下唐喜可不淡定了 其他相个都拍了 都没有发现这个异常现象 结果呢 就被一向他们拍了 一会对焦的时候 发现这个人 哎呀这怎么做 唐喜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 为了印证自己没有看走眼 唐喜又找来了其他人观看 这下看到的人都傻眼了 只见这录像当中 神像确实说话了 这下大家都慌了 甚至有人还扑通一声 跪了下来 一边跪 一边在口中默念 神像显灵了 正所谓是金口难开 更何况是神像这样的存在 开口说话更是不可思议 宁下一道观 惊现复活神像 多闻天王竟然开口说话了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很快 神像开口说话的事情 在当地传开了 当地人都相信是神仙显灵了 于是这事是一传十 十传百 很快 就让三清观热闹了起来 大家都想来一睹这神奇的景象 有的则是因为相信神仙显灵 来到这里 希望神仙能够保佑自己 三清观的香火一下子忘了起来 甚至一个小小的道观 也被围的是水界不通 但是有的人却对神像开口说话的事 感到害怕 他们都觉得神仙显灵了 自己再住在这里 就是对神仙的不尊重 于是便连夜搬了出去 这也更加激起了大家的好奇心 纷纷来此时一探究竟 众所周知寺庙和道观一般都是不让拍照的 可来到这里的人们实在是太过好奇 他们也想一睹神像说话的真容 于是在进入大殿之后 拿起相机便对着神像拍了起来 其中不少的游客都在惊呼 神像竟然真的会开口说话 只见在众人的相机当中 神像的嘴巴一张一合 就连眼睛也是一动一动的 模样是十分的传神 对于神像开口说话的目的 众人是纷纷猜测 这可能是神像想要向我们传达某种讯息 有人表示 复活的神像手中拿着一把伞 说明他金口欲言 意味着今年风调雨顺 要知道当地的气候十分的恶劣 常年不怎么下雨 是否神像开口说话 便可以让今年的天象变得更好一些 当然这个说法也只是猜测 记者在得知这个神奇的道观之后 也表示不相信 毕竟在一个相信科学的人的眼中 这一切都是无稽之谈 于是他拿出了设备 跟着大家一起走进了店内 进去之后 他学着众人的模样 开始在大店内露体向来 可令人不解的是 记者忙活了半天 也没有见到神像开口说话 更别提他会动了 这让记者是十分的沮丧 觉得这就是骗人的 就在这时 一旁的香客告诉记者 要想拍到神像开口说话 还需要找一个特定的角度 只有在这个角度才能看到会说话的神像 难不成这神像也懂高科技 三清观神像开口说话 香客争先恐后来此请愿 不料 专家的一个动作 揭开了事情的真相 尽管这听起来是十分的玄乎 可是记者还是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查看 结果也如之前一样 他并没有看到神像说话 只见到观内的人说道 正所谓是心诚则灵 正是因为记者带着目的来到观内 并不是真心许愿的 所以他才无法看到神像开口说话 可是事实真就是如此吗 记者怀疑 这可能就是有人在暗箱操作 他怀疑是塑像人唐喜 为了不人研究 而制造的一系列的骗局 因为自从神像复活的事情传开之后 不少寺庙和道观都请唐喜前去塑像 唐喜也想知道 是否自己真有这样神奇的本事 可没想到自己试了很多次 只有这尊神像会说话 这也让记者是更加的确信 这是唐喜在丛中炒作 可如果是唐喜一人看到也就算了 这么多人都看到了 这未免有些说不过去 就在记者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 一个发现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他观察到 这个复活的神像和其他的不同 别的神像都是紧闭嘴巴 一副庄严肃穆的样子 只有这尊神像是微微张开嘴巴 好似在说话一般 随后记者询问唐喜原因 对方表示自己当时设计的神像千篇一律 当设计这尊神像时 他突发奇想 决定让神像张开嘴巴 可自己只是设计了图纸 塑像时有专门制造的人操作 并没有任何特别之处 随后为了揭开事情的真相 记者找到了相关的专家 对神像复活的秘密进行了揭秘 专家来到店内只看了神像一眼 就明白了这是怎么一回事 只见专家将一张白纸放在神像微张的嘴上 再将相机对准神像 神奇的一幕出现了 不管对着怎样的角度去拍摄 神像的嘴巴都没有再动 只见专家对此解释道 神像之所以能开口说话 是因为相机的原因 普通的相机在与光线相交时 可能会让相机在拍摄时出现轻微的偏差 再加上人举着相机拍摄 并不能保证相机的稳定性 从而产生了这样的现象 对此大家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